这是我们的世界, 但上帝又是如何看待它呢? 它对受造物的目的是什么呢? 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能否用它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可以用许多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但上帝所关注的是人, 将人从邪恶势力中救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看这个世界, 由如马赛克般由不同的人群组成。 这个群体代表不同文化, 是上帝所爱的人们。 上帝创造我们, 是要我们与祂有一个敞开的个人关系。 我们却选择不去尊荣上帝, 以致无法实现我们被造的目的。 罪将死亡带进了这个世界, 将人类与天堂及造物族分离。 人们不断地背逆上帝, 所以他将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 虽然使人们成为不同的种族, 语言。 但是上帝有一个计划, 去赢回他的受造物, 以赐一个族群。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去跟随他, 一个他赐福的人, 也成为祝福全世界的人。 上帝显明他的计划, 要夺回被邪恶势力所劫持的领土, 向人类恢复他的荣耀。 如此,人们才能恢复与创造主的个人关系, 并进入天堂。 整本圣经依序宣告了上帝的计划, 就是基督的到来。 主耶稣提醒门徒, 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使徒保罗所传扬的福音, 也是一个给全地各族群的信息。 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是一卷圆满的书, 显明主的旨意被称全。 人类最终将会荣耀神并服侍神。 上帝正在实现迎回万国归属祂的计划与目的。 《国家》这个字, 原文是ethnic, 就是族群或种族, 而非国家或政治疆界。 人们除了因不同语言而区隔外, 也会因为其他社会、文化或宗教因素而分割。 就如同扔一个小石子到池子里, 并不会在别的池塘掀起涟漪。 因此, 建立在一个族群中的教会, 并不会让福音自动地跨越到另一个族群。 每一个族群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原生教会。 圣经描述门徒如何按着基督的吩咐开始传讲福音。 首先在耶路撒冷建立基地, 再分布到犹大跟加利利, 是与门徒同文化的地区。 不久又传到撒玛利亚, 一个与他们不同却又有关联的族群。 透过基督徒的尾声与努力, 教会被建立变满了罗马帝国甚至更远的地方。 几世纪来, 影响了许多不同族群, 常常都要面对很大的反抗跟挣扎。 在我们为随时警醒上帝正在做事的同时, 有人正在向着祂的国度前进。 到18世纪, 教会已在这个地区拓展。 上帝以此为基础, 让福音有了神奇般的推进。 资讯取得的机会变多了, 到隔地交通旅行也增加。 探险者找到新的世界跟种族, 被这些新趋势所挑战。 威廉·科里, 一个年轻的英国工匠与侍奉者, 组成了一个宣教团体。 在17世纪末期, 他写了一本虽小却具影响力的手册, 要大家跟他一起到宣教合场。 他的宣教团体掀起了一波新的参与潮, 现代宣教史中的第一波宣教浪潮, 左远于横越海洋到世界的沿海地区。 拓荒宣教士们冒着声明危险去传福音, 将教会稳固建立在非洲、 马达加世家、印度、缅甸、 跟太平洋各岛屿。 到了1865年,上帝兴起戴德圣, 进入开拓中国内地宣教。 其他人也了解到, 需要离开沿海也有大部分宣教士跟教会坐落之处。 一个作演于内陆宣教的新世代, 宣教机构由此产生。 它被称为现代宣教的第二波。 因为这个影响教会有巨大的成长。 一百年前, 韩国,一个以传统佛教为主的国家, 只有少数的基督教会。 现在,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为基督徒, 而成千上万的韩国宣教士被拆派到世界各地。 当福音进展到印度, 在纳加兰邦跟弥佐拉姆邦, 两个联邦的人口中有将近两百万人, 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 也拆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印度的其他部分。 从二十世纪开始, 在非洲撒拉沙漠的南部, 基督徒人口的数目从百分之三增长到超过百分之六十。 在十九世纪, 拉丁美洲只有少数的福音派基督徒。 今天,在那里却有了超过七千万的基督徒, 成长率比一般人口成长率还快了三倍。 这些增长绝大多数都源自于第二波 教会开拓内陆事工的奇妙动力。 上帝新的行动, 在1930年代, 开始把福音更进一步推展, 让福音进入更显明的地理边疆, 深入文化及跨越语言障碍。 金伦·汤逊·拉丁美洲的一个年轻宣教士, 受到人们需要有自己的语言, 圣经的挑战, 就如同一位瓜地马拉印第安人所问的。 如果你们的上帝这么聪明, 为何他不能说我们的语言?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 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之下产生。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 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之下产生。 在同时,马盖文在印度服饰, 看到种姓社会等级制度的障碍, 将福音各决于社会阶级之外, 成千上万的人, 缺乏有效的福音入口。 初始,金伦·汤逊跟马盖文 展开了现代宣教的第三波, 专注在现今的魏德之民族群。 这些由宣教合场上的宣教士们 所带来的作戒, 为宣教认知带来重要的突破, 使现今的宣教工作 有了新的焦点与动力。 有了这个新的焦点, 我们可以看世界为不同的族群。 据估计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属于被阻断于福音之外的族群。 阻断的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 缺乏传福音的教会, 与他们相同且可栽培他们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如果一个族群缺乏教会宣教的运动, 这就算为魏德之民。 让我们更深入地来看, 还有什么是需要被完成的? 世界上的魏德之民可以被分成五个主要的类别。 最大的族群, 寒扩超过三分之一的魏德之民, 就是穆斯林的族群。 从北非横越全球, 经过中东再到亚洲, 构成了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 穆斯林教徒相信一神阿拉。 穆罕默德则是他的先知。 穆斯林教徒的历史与文化和旧约相近视。 在第五和第六世纪时, 伊斯兰乃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异端在阿拉伯的反应。 他们对耶稣基督有着很高的尊敬, 在他们的经典中称为尔萨。 就某些观点, 可视可兰经为天然的管道, 使用他们的文化来宣告耶稣是救赎者与上帝。 印度教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及许多不同的生活定义, 远超过单义宗教的一致性。 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主要中心, 超过四分之一的韦德之名是印度教徒, 更被种姓制度所割离。 印度教徒有很强烈的家庭跟社会观念。 印度教教规或说社会中生活的方式是十分的重要的。 部落民族害怕且浮世, 环绕在他们四周的灵界, 遗失的执行与献祭, 让坏事不致临到他们身上。 成千个不同的佛教族群, 大部分都在东亚, 极力逃脱来自欲望所生成的受苦, 并追寻悟道。 他们的信仰也包含轮回, 即从因果之律中的释放, 和永不停止的死亡与转世循环。 最后是由中国民间宗教所组成的族群,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少数民族, 仍然没有福音的真光。 上帝仍然有一个计划跟目的, 要去得着每一个族群。 他正在行动, 而有效的夸文化沟通者协助将他的好消息传给万民。 共产主义数十年来强烈的反抗福音, 却造成中国教会不断的成长。 迫害跟政治巨变, 有时会迫使基督徒去到一些从未有见证人的地方。 在1949年时, 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大约一百万人, 但现在已经增长到超过八千万人。 这是一个超过平均人口成长率六倍的成长速度。 蒙古经历了极大的教会增长, 很多以前是佛教徒的, 现在却对那些成被祖先恐吓的族群传福音。 即使一些回教团体抵挡, 还有新闻上回教徒激进的行动, 近四十年来, 却看到回教徒信主的人数比过去更多, 越来越多人感觉。 宣教工作的完成已指日可待, 一些未得之名在过去被认为是抵挡和没有回应的族群。 现在因听见福音以他们本土的方式传达, 而开始回应福音来自西方跟非西方世界数以百计的宣教机构, 连接成伙伴关系在未得之名当中工作。 全世界现在有超过五亿伟生的基督徒。 若信徒们愿意伟生, 我们就拥有超过所需的经费、工人和祷告的十倍力量去得着这些族群。 拆派教会托职的开荒者, 在许多国家中已是首要工作。 在很多的族群中, 宣教或已经开始或以叙事待罚。 上帝正兴起一波很大的宣教运动。 在印度,信徒已经设立了本土的宣教机构, 是由印度基督徒所支持的, 要去得着其他族群。 印度宣教联会现在有超过170个宣教机构, 在印度有超过1400个地点服侍。 这样的增长是如何发生呢? 基督教正向南扩展到有更多人口存在的地方。 越来越多非西方的基督徒对普世宣教的意向也在增长。 报告指出, 非西方的宣教机构已经拆派了15万到30万宣教士。 当教会持续成长, 没有福音见证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少。 在西元100年,每一位伟生的基督徒要面对360位非基督徒。 几世纪来,自基督降世之后,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比例持续大幅度的减少。 今天,每一名伟生的基督徒只对六名非基督徒, 当中只有三名非基督徒是属于畏德之民。 这个意思是说,上百个教会已经被建立, 可以去得着剩下的畏德之民了。 越来越多的教会正在祷告, 推动会友以畏德之民为目标族群而获得惊人的效果。 基督徒团体正更多地投入于认领一个特定的畏德之民族群。 这是教会与该族群的伙伴关系。 经过祷告,审司明辩后, 一个针对特定族群的确信团契被建立, 直到该族群的教会脱质运动开始运作。 全世界成千上百的宣教机构与教会 都成为这项国际一教会任养一族群运动的成员, 发展族群伙伴关系, 并协助教会去与畏德之民族群连结。 透过与宣教机构的伙伴关系, 所有的畏德之民族群都可以被教会团契认领。 以此,更多认识该族群, 为他们带导,为相关施工奉献, 拆配工人,好让他们都可以很快地得着福音。 上帝正在行动转化祂的世界。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性资讯爆炸的时代, 你可以成为完成上帝创造的目的的一份子, 投资你的心智去学习上帝正在这世界上所做的。 学习普世宣教工作及现今的畏德之民, 成为一个认识世界的基督徒。 投资你的时间, 为上帝将向你启示与普世畏德之民族群的关系祷告, 为特定的族群祷告, 叫福音能有效地传给他们。 透过信实地祷告大能, 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投资上帝所托付你的资源, 成为祂的好管家, 有策略地聚焦于畏德之民。 以此来改变我们的世界。 投资你的生命在你所在之处开始, 开始亲身投入, 将信息带给那些 就在你周遭的畏德之民族群。 考虑亲自去到那些极少被接触的族群。 不同年龄及种族背景的人, 前所未有的,都开始投入了。 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信徒与教会, 都活在实现上帝对全球的目的喜乐当中。 这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目的。 万民都要认识祂, 并归荣耀给祂。 上帝正在行动, 祂正在动工, 祂赐能力并邀请我们与祂一同去实现。 邀请上载, 让我们积极地寻求, 上帝国度的拓展, 荣耀彰显于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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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